你不想當演員 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挺喜歡拍戲的 演員問我演員 當不好怎麼辦 我說我不可能當不好 然後我問他 那你不想當演員怎麼樣 然後他說 我也肯定當得好 我跟他說 行 你以後咱倆 要是不演戲的話 我當舞趾去 你去當說唱家吧 我傻傻地開了門 看見了兩個陌生的人 那時太讓我感動了 太高興了 當時剛好 代言人姐姐她們都過來了 就給我一塊兒過了個生日 這是我第一個 在劇組過的生日 特別羨慕 他說 為什麼我媽媽 要把我生在二月份 我也要生在八月份 然後後來 好巧不巧地 就拍了一場 她在戲裡過生日的戲 我希望我以後每天 就能像現在這麼開心 我們倆給她過的 沒有別人 眼睛 雖然表面吊兒郎當 但其實內心是一個 非常有正義感的人 我都沒事 這角色挺有特點的 你不是讓我 從小做一個誠實的孩子嗎 浦浦就是一個勇敢的小女孩 也是一個很善良的小女孩 我也想成一個勇敢的人 第一回見我們現在 這個時空員 我也沒有特別好 這孩子的反應都是對的 但是她對我來說 障礙其實比她的好處 都大 跟自己比較貼合 都比較野 都比較正義感 拍打戲 我從來沒覺得幸福 她身上有一個其他孩子 沒法替代 她身上會有一個天然的 那種野的 沒法馴服的東西 她其實是有點內向 不願意敞開自己的心扉 去接受 去溝通的 其實這個 對她後來的表演造成障礙 比方說笑 你讓她笑得特別難 因為她平時就不愛笑 我也對這個孩子 從一開始呢 我也比較嚴格一點吧 說不出來是吧 但是你還是要舒服 但所有人要想想 你心裡面真的想的嗎 你怎麼說 野良其實給我最驚喜的是 老陳被推進搶救室的那一場 我當時不是哭不出來嗎 他就讓我自己醞釀一下情緒 我說誰也別看 你也誰也別想 你就在那個牆角帶著 後來他就給了我一個 非常溫暖的擁抱 讓我很感動 感動的我眼睛都下來了 第一次受感傷 不得不得不得 很好 謝謝 記住你 你完全有一個能力 是你的方法的問題 她成長就是最大的 她現在笑容巨多 感覺跟誰都樂和樂了 如果說過這二年 我真的成功了 我能真正當上影帝了 我可能會想說 這是我最開始的一個歧視點 朱朝陽的優點就是 演戲很穩 她很容易成長 為一個特別好的演員 就是好多演員 會追求一個東西 也就是介於控制和不控制之間 她有的時候會無意識地 能做到那個狀態 紫山我跟她是三年前合作過 她不像以前這麼幼稚了 成熟了很多 因為我們上一次演了父子 這一次又演父子 所以我覺得我們冰庫 我抱著她哭那段戲 我肯定能哭出來 不 不 三遍 三遍情緒都能出來 這就是一個職業演員的作法 當時我在這邊看 我也特別驚喜 我沒有跟她說要怎麼演 但她其實呈現出來的 比我腦子率想像的 要好多 衣服沒換 褲子換了 我剛開機的時候 穿得還挺合適 結果前一間拍的時候 幾度行 我腳是這麼摳著穿的 但她腳真長 我現在看穿這個涼鞋都小 腿變長了 你為什麼在場門呢 樸樸當時在試戲的時候 我們倆有一個爭執 不是你們幹的 為什麼不讓我抱腳 什麼人住哪裡 那我也沒有巴拉巴刀 當時我特別堅定地 我覺得她行的原因是 那個測試 是讓我覺得她感受力特別好 在演戲的時候 你記住剛才那個感覺 這就是演戲 演戲就是那一刻 東西是真的 我覺得可能不存在一個 兒童世界和成人世界 一個界限 我覺得這兩件事 其實就是人類的世界 就是人是如何長大的